奖励莎曾是世界环球比基尼小姐亚军,并获得最佳身材,最上竞奖,后来嫁给香港演员陈浩民,并为陈浩民在五年内先后生下四个孩子,成为娱乐圈生孩子的纪录王。 奖励莎曾因为出众的外形被很多人追求,甚至还先拍过周杰伦的MV,而显然奖励莎对周董都不感兴趣,并这么评价周杰伦,不会考虑,她太矮了,嫁给陈浩民的奖励莎却曾遭受婚姻危机,当年因为陈嘉环事件,陈浩民几乎断送自己的婚姻。 后来陈浩民在记者会上,生泪去下,才获得了奖励莎的原谅。 之后,奖励莎再为陈浩民生下三个孩子,三十二岁,还很年轻的奖励莎,从2011年嫁给陈浩民之后,五年生次胎。 三女一子全都是剖腹产,简直吓傻了网友,奖励莎五年生次胎,胎她都是剖腹产,甚至被传出从不做月子不过,生完不容易带完更难。 带孩子的艰辛,让奖励莎曾求助于陈浩民来诉苦。 陈浩民却劝奖励莎不要和孩子计较,显然陈浩民很会安慰奖励莎,浪子回头后,让她乖乖主动的生孩子带孩子。 近日陈浩民再次喊话奖励莎,我的眼中只有你,陈浩民这么嘴甜,也迎来了奖励莎的回应。 不仅删孩子看半照,还晒出于老公的甜蜜长,网友纷纷留言,男人嘴甜比什么都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